事實上這些影片你這樣一直抓 老實講也蠻累的 平常我也不會說一定要這樣抓下來 除非你老實覺得說這個是我上課就是很必要的 那有些時候可能這個我可以當作參考影片 但是還沒有那個必要就是說我一定要馬上抓下來 你可能可以留著以後有需要後我再來抓就好 那這樣怎麼辦 你可以登錄到你的 就YouTube的時候你就登錄到你的Gmail帳號 像我自己平常是都有整理的習慣 所以呢我現在到這邊 好我給您看一下 如果我現在已經有登錄這個Google瀏覽器 我進到我的YouTube 有沒有我右手邊我已經登錄了對不對 好我已經帳號登錄了 所以我現在到YouTube這邊 好假設呢這段影片是我喜歡的 我會在這邊新增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裡好多 有沒有都整理起來了 對不對 當然有公開的也有私人的 有些不需要公開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說假設 像 爸媽的有沒有 爸爸媽媽想要聽某些歌 我就幫他找一找啊 因為 有時候 用關鍵字找不見得找到你要的那一種 所以你把 有點類似我的最愛那種感覺啦 所以 你只要從這邊新增 然後你就可以新增到哪一個 那你可以把你的播放清單呢 就在下面這裡 寫好 假設是新的 好那你可以決定是公開還是私人的 欸請問公開跟不公開跟私人有什麼不一樣 不公開的 不公開的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搜尋情找不到 知道連結的人 可以直接進去 公開是只搜尋情 看得到 這樣你了解那差別了嗎 不是很了解 私人的 設定包圍 保險鄉台 對 所以別人是完全不能看 公開的 我用關鍵字找就可以找得到 不公開的 這個一定要你告訴我們那個連結 郭光慶當的連結 那個 我們平常不是有一個叫做分享嗎 有沒有 你要知道這個網址的 別人才有辦法進來 這個是所謂的不公開的意思 就是說只知道網址的 你知道這個網址好 那你就可以給你看到 可是你不知道的 透過搜尋也是找不到的 這樣老師稍微了解 差別了齁 所以你看 您在這邊可以像這樣新增 事實上我就覺得這個是很好用的 因為你要學會 怎麼樣 去管理你的那個 所謂的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比較方便 另外還有一個老師要獲得 叫做頻道訂閱 比如說像我剛剛看那個叫做 這是哪一個頻道你知道嗎 發音一共 公共電視那個 下電話物理對不對 他事實上啊 很多節目不錯啊 那麼 你 如果說 每次都是我看的電視 才來找 這是一種方式 可是 基本上這樣速度比較慢一點 所以人家有在經營頻道的話 你可以告訴他怎麼樣 我還給大家訂閱電子報 有訂過電子報嗎 對不對 是不是都直接送到你家 那這個訂閱也是一樣 所以下次呢 他會有兩個部分 你會看到他 一個是 你的Gmail的信箱 一個禮拜 他會整理 可能送給你 就是你可能訂閱好多嘛 對不對 那他會送一份 就是有更新的送給你 另外呢 他會根據你的 觀看的習慣 比如說你看這個 表示是跟兒童節目有關的啊 對不對 那他就會推薦一些相關的影片給你看 第二個會出現在哪裡 您登錄YouTube之後 他會同你所好 你看我左手邊 我會訂閱 不好意思 我已經訂閱超過99個 所以如果你訂閱了之後呢 在您的頻道上面這邊 你就會看到 你看 欸 發露我們有沒有增加一個 你就不用那麼勤勞 每次都到他們家的頻道去看 你們家有沒有新真心的 這個跟我們在網站 類似我的最外面很像 等於說我們把這個 YouTube剛做YouTube公網站 那所有頻道我更新的 直接送到你家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很重心經營 我也是 所以如果你有意願 你可以訂我的 我現在300多人 不算太多 所以給各位參考一下 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你要會什麼 加入清單 我們剛剛講那個加入清單 有沒有播放清單 記得先設定一下 到底是公開 還是私人 還是不公開 第二個就是你可以去訂別人的頻道 這樣各位 老師您在YouTube這邊呢 就可以變成一個您的所謂的資料庫 影音資料庫 所以這給老師參考一下 這是我們第二個主題 事實上YouTube上面 有一些所謂的創新工具 它也可以做影片剪接 不過如果以我們這種速度 你只會很生氣而已 因為很慢 所以那個部分我就先不講 先不講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主題 我原則上就先介紹這兩個 頻道的訂閱 跟建立所謂的播放清單 但是要麻煩老師 你要先登入您的庫國帳號三星 那當然你登入過 你在哪裡 有些人在學校裡面增加的 或者在家裡面增加的 反正不管走到哪裡 登入過的時候都一樣 都是看到一樣的 不會有落差